你说,这多像是一场梦 乖乖龙地斗 最近,张一山版《鹿顶记》已经播出,就引发热议 观众纷纷对比一代经典,98年,陈小春版,除此之外 自从男主张一山实验韦小宝曝光之后 观众最好奇的就是,鹿顶记中七大美女是谁实验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鹿顶记两个版本中的七大美女 同时,也一起看看陈小春版和新版有什么区别 其中,陈小春版成为经典,张一山版或许最惊艳 首先来看看苏葵 苏葵则是一位小宝七个老婆中的领袖人物 她武功高强,智慧过人 陈小春版是冯小文饰演 她曾经是广州四大美女之一 现在她也已经淡出娱乐圈,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张一山版本是由朱朱饰演 她是主持人出身,还当过歌手 现在演电视剧,还挺期待她的表演 毕竟苏葵这个人物需要魅而不锁,柔而不交 角色把握很准,有时候还需要风情万种 第二位我们来看看阿柯妹子 陈圆圆女儿陈柯柯姑娘是陆顶地里韦小宝公子的最爱 角色的人设也是大美女 她能让韦小宝四皮赖领达到天下第一的水平 所以阿柯在众多翻拍版本中都是最漂亮的 陈小春版有两小兵饰演 90年港姐季军 这颜值就问你服不服 小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 七个老婆里她是最好看的 张云山版用的是一个新人 国映,虽说人气一般般 但是在此之前还是有一定的演艺基础 能够担任剧中第一美女的装扮 想必她不会让观众失望的 颜值够了就看她演技如何 第三位当然要聊剑宁公主了 剑宁公主在剧中前期戏份很多 性格雕蛮任性 甚至还有点潜奏 陈小春版由刘玉翠实演 她还曾经演天龙八部中的阿子 两个角色都很受金融剧粉丝喜欢 当年是当之无愧的美女 张云山版的剑宁公主是唐一新饰演 唐一新的性格太适合这个角色了 她长相甜美 可爱雕蛮任性的同时 也有点可爱 无论颜值还是气质都妥妥的 让人非常喜欢 第四位双二 双二是剧中乖巧贤惠的代表 陈小春版由陈少霞饰演 她也曾经出现在多部金融作品中 不过现在已经退出娱乐圈 张云山版本是由杨七如实演 她同样是位新人演员 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目前看来 新版陆电机用的新演员挺多的 越来越期待新人的表演了 希望他们演技在线 不要是网红脸 可以让观众记住他们的表演 第五位来聊聊方宜 方宜的性格比较烈 剧中她和韦小宝斗嘴的戏份是一大看点 陈小春版由徐豪颖饰演 她饰演的方宜 完全把角色外表奔放霸戏 内心却敏感脆弱的性格表现出来 张云山版本是由王芷轩饰演 她同样是个新人 模特出道 出演的电视剧不多 但是造型冷艳感十足 很符合方宜这个角色的性格了 第六位来说说 曾柔 曾柔人如其名 性格温柔 心思缜密 是韦小宝老婆中戏份最少的 陈小春版由陈安琪饰演 当时大多数素颜出镜 陈安琪的堪称剧中素颜最美 张云山版是钟莉莉饰演 她是为00后19才进入影视圈 作为北电的新生 目前在剧中还没有出场 只能看她以往作品中的表现了 长相看起来兴气十足 希望她能给观众带来惊喜 最后一位是沐建平 沐建平和韦小宝相识比较早 作为韦小宝初恋 剧中最天真纯洁的妹子 陈小春版本是邝文巡饰演 剧中她的表演萌萌的可爱得很 陈小春版韦小宝的七个老婆里 我觉得就是小郡主最可爱 张云山版是观星饰演 同样也是情人演员 没有什么代表作品 只能先期待她的表演了 以上就是陈小春版露点记 和张云山版露点记 其他女星的对比 总的来说 老版大多数是素人出镜 在当时的年代 导演费尽心思 找到几位女主角 现在回头去看 真的是一部经典到 不能再经典的露点记了 刘玉翠真的是演技很放得开 完美还原了 电台狩猎人公主 其他配角也很用心 比如说陈媛媛女儿 大美女阿柯 在当时想找个比梁小宾 更漂亮的难度很高 还有芳怡 想找个比徐浩颖 更漂亮更坏的 基本没有 还有苏权的妖媚和智慧 一部剧的成功 往往需要配角和主角的 全体以赴 张云山的新版 目前播出不到十集 唐一新饰演的 剑林公主还是不错的 这个角色很难演 前面前辈塑造的经典 很难超越 张云山的版本 可能会最惊艳 这部剧的主角 用了大量的新人 颜值大家自己看 这里就不好评价了 至于演技嘛 新老演员的演技 是现在最受争议的 陆顶记相比之前的 老剧翻拍 会更难一点点 陆顶记作为 金庸先生封闭之作 小说经典程度 无必多说 时日今日 已经有N个影视翻拍版本 要知道 之前的经典版本 已经在观众心中 根深蒂固 现如今 凭借金庸老爷子 以及原作的影响力 新版从选角开始 就备受关注 曾经主办方 把主演阵容 一度密而不宣 也吊足了 观众的胃口 现在播出之后 平分大跌 后续的播出 如果新演员演技 还是一般 难免会为观众 口诛笔伐 希望后续演员 能给观众带来 惊艳的感觉 作为金庸老先生的粉丝 小编还是希望 他的改编作品 会延续经典 千万不要毁了呀 最后 留给各位小伙伴 一个问题 今天晚上的鹿顶记 你会继续去看吗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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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